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雄的YouTube频道 喜欢大雄节目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防止失联 当地时间5月29日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发布消息称 从自由俄罗斯军团行动开启以来 至少有5支乌军侦察破坏小组进入到了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 目前 俄罗斯方面如临大敌 而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就在俄方噩耗不断的同时 进攻俄罗斯比尔格罗德的自由军团人数装备突然巨增 这些乌克兰军人数突然增加了20倍人数 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惊奇 很多人会误认为这群俄罗斯自由军团 已被俄罗斯军队已经攻回到境内了 其实不然 俄罗斯自由军团并没有完全消失 而是人数突然间增大了数十倍 他们突然拥有了400门美式装甲车 6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以及各种反坦克导弹 非常的装备齐全 他们人数突然就增大到了20倍 已经有原来的1000多人 突然增加到2万人 军人都是来自美国、英国、格鲁吉亚、波兰等国家的雇佣兵 为什么会突然间会出现这样的大量兵力 俄罗斯也非常惊奇 其惊人的那一幕为何 主要原因是北约大量的兵力和武器强力输送 造成乌克兰军队强大军队气势 震惊了整个俄军 显然 在僵持了15个月后 俄乌战争出现了拐点 那就是自由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出现 使得战争出现了第三极 真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个俄罗斯自由军的出现是很有看点的 这也是我一直在注意这支队伍的原因 未来可能要在俄罗斯的历史上 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的 不信我们一起就走着瞧 可以说俄罗斯自由军和志愿军越来越厉害了 不但没被俄军消灭 反而却越来越大胆 不仅进入比尔哥罗德进行作战 还进入了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 这使得普京有些坠坠不安了 尽管他派拉平上将去出乱 但不能不说还是没有搞定 尽管俄罗斯电视新闻播报说自由军被消灭 但这帮自由军也不够意思 既然拍视频来打脸 这有点不厚的话 正在普京焦头烂额之际 瓦安娜首领普利格金主动请英 要求前去评判 普京可以说是喜出望外 正愁拉平将军 没能将这两只叛军剿灭 普利格金的请战 无疑解了俄罗斯的心头之忧 这自由军也不是一般战士 进入俄罗斯境内就开始张帖海报 说普利格金是最适合当俄罗斯下任总统的人选 这样一来可谓是一箭双雕 一来将普利格金高高的吊起来烤 造成普京对他的敌意 这样一来自由军就会借刀杀人 用普京的刀来杀普利格金 二来也让普利格金暗暗的滋长当总统的梦想 看到海报多了 便也会滋生出一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想法 说不定咱也弄个总统当的 一定比他干得强 要知道普利格金天天大骂国防部长邵伊古 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其实这是在指丧骂怀 在骂普京的昏庸无能 竟用这等废才 当然普京不是不清楚 这是当下用人之计 拿他没法罢了 这要是在平时早就给他弄点药喝了 俄罗斯那么多大富豪 怎么都无缘无故的自杀的 谁心里还没点逼输啊 不能不说自由军的那套 敌进我退敌退我扰的袭击战略奏效了 俄军不得不派第三摩布施回到别尔格罗德去剿匪 但俄军很有意思 他们不是走捷径向北支接回国 而是向西南去了卢干斯克 然后回到克拉斯诺达尔 等于绕了一个大圈 不知道是为了去坐火车呀 还是为了逛逛车河呀 问题是 你光派第三摩布施 回到别尔格罗德也不够啊 乌克兰和俄罗斯有布良斯克 库尔斯克和别尔格罗德三个州 达700公里长的边防线的 你去别尔格罗德自由军就去布良斯克了 你去布良斯克他们就去库尔斯克了 声东击西呀 你顾此识彼呀 瓦格纳去了就能剿匪吗 要知道 瓦格纳在巴格木特伤了元气呀 普里格金亲口说 瓦格纳在巴格木特死了两万 伤了两万 这个伤亡比数据可以说 让地球人都惊呆了 这可是现代战争啊 怎么赶上蒙古西征时代的死法呢 当然 这对于普京来说赚大发了 既消耗掉了囚犯 又赢得了战机的传心 当然不能否认 瓦那工兵很多都是囚犯 这些囚犯伤了就伤了也不救治 只救治那些高薪雇来的兵 当然 俄罗斯的医疗设施真是奇缺无比啊 自由军一出来 可以说普京的心拔凉拔凉的 有军民说自由军一出来就可以断定 普京不能善终 内部野心人士可以纷纷决利了 谁不想当皇帝啊 凭啥他坐上去就不下桌啊 所以独裁体制经常政变的原因 就是其他有才能人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于是心生政变也过一把皇帝 而民主体制就不同了 四五年一换届 盯着你犯错 用选票就把你搞下来了 用不着刀枪棍棒 要是乌克兰这招习挺高的 打好了 可以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远 打不好 也搞得粮功草木皆兵 寝食难安 最重要的 还不给大帝扔煤气罐的借口 这都是你们俄罗斯的反贼干的 跟我没关系啊 你说妙不妙 5月24日 俄军39名士兵 在利瑟昌斯克风暴Z训练基地 枪杀了一名军官后 乘车全副武装从前线逃跑 更有消息说 是一名叶格尔的中队长 击毙一名叫阿纳托里奇的大队长 而后带领39名士兵 乘车逃离前线 有视频话外音称 我们的中队长干掉了大队长 叶格尔开枪击中了阿纳托里奇该死的脑袋 他们想把我们当作炮灰 但叶格尔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俄罗斯强力部门正在设卡危追堵截 试图将他们绳之以法 担心他们加入自由俄罗斯军团 这样一来 他们就麻烦大了 但至今没有捉拿到的消息 5月26日 又突发一起由43名俄军突击部队士兵 在军官带领下向乌军投降的事件 他们不愿意为俄罗斯军队领导层的腐败和无能而战斗 白白的去送死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是否意味着大俄权限崩溃的前兆 5月27日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如日内 趴铁 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的时候 到了 如果从意思上解读 则应该是恶有恶报 时辰已到 也可以说成 现在到我们出手了 是时候让俄罗斯付出代价了 是时候归还我们的领土了 乌克兰战士们 在上战场前 一般都会重复这段誓言 祖国 我们的天赋 请保佑我们消灭敌人 让我们的手更强大 让我们的眼睛更清晰 让我的意志如钢铁 让我们的武器更厉害 这样 我就可以消灭仇敌 我们果断的进攻 我们神圣的复仇 我们神圣的胜利 泽连斯基也发文表示 我们将把和平 作为当代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传给我们的子孙 我们没有 也不想要其他选择 我们必须等到以我们的胜利 结束这场战争的那一天 我们可以消灭敌人的胜利 我们可以消灭敌人的胜利 我们可以消灭敌人的胜利